2002年 地點阿富汗坎大哈地區某段山路上 當美國和阿富汗的戰爭進行得如火如途之際 一隊美國特種部隊戰戰兢兢地尋找一隊已失蹤多時的美國步兵 聽附近居民說 坎大哈常常有人會無故失蹤 過了幾天部隊什麼都找不到 直到走到山的另一邊 部隊開始發現步兵的行跡 對港機零件和撕爛了的軍服 直到他們走到一個洞穴的入口突然 一支長矛 從洞穴飛出來刺死其中一個軍人 之後從洞口衝出一個13呎高 紅色頭髮六隻手指上下兩下牙的巨人 一如軍人向他頭部開槍 足足開了30秒巨人才躺下 之後巨人的屍體被直升機帶回美國基地 生患者們被要求簽保物協議 事件足足埋藏了18年 直到2020年 坎大哈巨人的故事 才被當年一位軍人爆出 你有沒有以為剛才我是在拍電影影評? 如果跟你說美國軍真的有這個案件 是不是覺得很天方夜談? 我拍這條片的顧慮 就是大家會不會願意改變自己對世界的看法 寧願觀眾對這些想感到疑惑都不會無感 寧願對石頭與巨人這個表題感到騎咧都不會空洞 否則這段人類歷史他們真的要徹底埋在洞裡 是 這條片主題是想說巨人 神話動漫電影不停被主流媒體特地神化的巨人 不僅是世界上真的存在過 更統治過人類你知道嗎? 定如今在我們眼前 而我們還是看不到 大家好 又是我 阿萌仔 一起去找巨人 人類史上最顯然的一段 去看一看 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期 主流媒體如紐約時報 一年都有發現巨人鞋骨的頭條 1882年 沙丘發現巨人骨頭 1883年 民族學家50呎沙丘發現巨人骨頭 1904年紐約掘出美洲原住民巨人骨頭 當年的一條影片 是日本皇軍和鄰近部落的巨人一起遊行 1516年意大利找到30呎高的巨人 至近1839年一個活生生的巨人 更在法國被展示過 當時考古學家是非常認真去研究巨人這個 phenomenon 那為什麼近這100年 是沒有再提及過電視 甚至沒有再公開進行什麼研究呢? 卻此限於非科學都市傳聞 不想證實巨人最重要原因是巨人推翻我們對世界的認知 其餘 4500BC史上最早有文明的蘇美爾人 發明法律、城市這些概念 記載是一群名Anunaki的外星巨人 統治幫助教導他們要做這些事 如果大家想詳細一點去講 請在下面留言 或者建立根字塔的居公於一群叫做拿菲利巨人 有人認為這些這麼像人養的山和石 根本就是被石化了的拿菲利巨人 有一個禁網 簡直是有一位專家 將這些石人的某部分和人體筋骨圖片對比 是一模一樣的 那為什麼巨人被石化? 其實巨人概念最早是來自一本西方宗教一直在禁的書籍 但故事中巨人是因為一些名墮落天使的人 因為貪圖人類女子的美色和他們交配顯身出來的 這些拿菲利巨人異常空殘 統領奴役多過民族 為人類和地球帶來很多痛苦 直到天上的神承受不到 就一次過引發大河水 毀滅了這些巨人 而他們最後的足跡就是我們眼前能所見的高山大石 之後的巨人例如堪大哈巨人 就是還有拿菲利巨人血統的後代 那為什麼不將這些歷史公諸於世 這些資料其實對我們有什麼影響? 因為堕落天使自己的後代又是誰? 堕落天使最出名就是撒旦 陰謀論是背後影響政府的人 就是堕落天使同一個血統的後代 根據這樣他們當然不想讓我們知道 是很瘋狂的 是很瘋狂的 自己說完都好像不太相信 那信不信就有利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興奮的項目 那如果大家有什麼其他興奮的項目 想我去說的就請在下面留言 那我們之後會在暗網仔2.0 出發多些有關陰謀論神秘學恐怖事 另外的角度去思考我們世間萬物所有東西的影片 那如果大家有什麼推薦 真的跟我說記得 那我們下次在暗網或者其他奇怪的地方 我們就再見了 拜拜,it's good to be back 我們下次再見